嬌岩櫻花在山林間盛開 品種不同 花色也多樣 白色粉紅桃紅 充滿浪漫氛圍 遊客蜂擁朝聖 手機相機拍不停 但人多亂相也跟著浮現 蜿蜒山路旁 遊得圍起三角錐管制 但往裡頭走 路又更小了 車輛直接停在路邊 急得水洩不通 人車真道危機四伏 很像在過年對不對 車子很多 對 就這樣覺得車子很多而已 有的人就是比較不少規矩 像你要回車的地方你就不能停 不然底下停車場很多 雲林草嶺櫻花季上週末開跑 吸引超過兩萬人次欣賞 就連平常日也湧近數千名遊客賞花 不少民眾直接把車停在路邊 光看就很危險 主辦單位在沿途設立 禁止停車告示牌 以免意外發生 另外在台中新設 也有美麗的一幕花道 這次櫻花開得比以往 我覺得都還要漂亮 現在這樣子弄起來還不錯 有在整理 遊客說新設今年櫻花開得很漂亮 拍起照來很好看 主辦單位建議遊客 先把車停在區公所停車場 再步行下車賞花散心 安全也要顧 記者 廖民旭 問李雲傑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